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當你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現在應該是在飛機上從韓國飛回來香港的 不過這段影片是關於我帶了什麼東西去韓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了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我的聲音浪費了 而且鼻位其實很紅 因為我感冒病了 然後我現在很擔心 因為我要去韓國滑雪 還有韓國現在應該只有-4-7度左右 很害怕,我不想到那裡生病 我要吃很多東西,買很多東西和玩很多東西 很擔心,我現在不斷流鼻水 所以可能一會看到我會打癡,打癡,打癡,打癡 我不想 好,我們開始今天的題目了 首先說一些無關痛癢的東西 這裡就是一個Less Bucette的袋 裡面是裝了一些洗澡和洗頭的用品 首先是兩張梳 一把濕頭髮用的Tangle Teaser 和光髮用的Wet Blush 我之外比較多,但我覺得有要求是好的 然後就到洗頭水了 我是用彩封巷的 這個是洗頭水,這個是護髮素 其實我覺得它便宜得來很好用 比起某些日本開架 它不比它們差 我覺得其實不錯,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然後就是我之前介紹過的一個化美油 然後洗澡 就是一個Evan Canada之前有的Shar Gel 其實都是因為它是旅行裝 所以帶過去沒有什麼要求 然後就是一個洗面膏 這個是Add to House的Baking Powder 也是因為它是旅行裝 所以就帶過去 好,這個袋就完了 然後第二個袋 這個是Amica的直髮夾 是一個旅行裝很小的 因為這個是水貨 所以它本身已經是兩腳插頭 已經是韓國不需要轉插 就算它是旅行裝,熱力很夠 然後夾頭髮也很快 所以其實我不會帶普遍的 我會帶旅行裝 然後就到這個 這個是黑色的尼龍質地 我是在無印買的 大家可以聽到刮的聲音 就知道它是那種尼龍防水質地 然後它是這樣 打開之後 這裡可以勾住廁所 其實這個設計是非常方便 大家去到無印良品都可以看到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這隻黑色的了 它是有其他的顏色或者圖案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袋 我已經用了五、六年了 它都沒有任何的爛 所以它是很耐用的 我就是會放一些皮膚 因為它是防水 還有可以勾 那我的皮膚就可以直接放在廁所 用來用的了 這樣就不用在酒店又入房拿 然後又要去廁所塗 我覺得很方便 我們就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上面這一格會放一些很容易掉出來 或者有些很小的東西 例如是我用開的糞 然後就會有一些 Serum是安平的尺寸 或者我會放一兩顆 這些日本的洗麵粉 這樣一顆一顆妝的 烤素洗麵粉 我都會有幾顆在裡面 然後除了那些安平之外 還會有一些 是不是在這裡 裡面除了安平Serum 還會有這一類膠囊的Serum 我都覺得去旅行是很方便的 帶過去用 那我就盡量去旅行 都會減少帶太多大的平平罐罐 盡量就已經是用travel size 帶過去用完就可以扔 不用帶回香港的東西 然後中間這一格 其實看到我也是拿很少東西 那會有什麼呢 那會有什麼呢 會有這個Caudalie Moisturizing Sorbet 就是用來日霜的 然後呢 晚霜就會有兩瓣 因為我不知道韓國現在有多乾燥 所以就有兩瓣 這一瓣是Palmara的Cream 這一瓣是雪花瘦的Cream 如果乾一點就用雪花瘦 沒有那麼乾就用Palmara這個 那平日呢 我晚上一定會用唇膜的 在家就用Lanege那個 如果去旅行呢 就會用雪花瘦的這個 因為呢 我是喜歡它比較細眼一點 就容易攜帶的 然後Serum 我除了剛才的膠囊和安平晚上用 那日後我就會用這些 都是travel size的 這個是HERA的Oil Serum 防曬呢 我就是用平日最喜歡的Cannebo 這一瓣 我在日本買大宋小會屬這些 Trivel size就最適合去旅行用了 然後裡面還有牙膏 哎呀!牙差還沒放進去 幸好我拍這瓣就會記得戴的了 然後這一瓣是Lanege的 Moisture Surge Intense 這一瓣是我帶給我男朋友用的 因為他一定什麼都不會戴的 在皮膚的方面 然後因為我是去五日四夜 所以應該會下四次妝的 我就帶了四包下妝油 然後這裡就有一堆Toner 對啦!全部都是一些細細支 這裡是雪花瘦的一些細眼Toner 這個是Fresh的一些Sample的Toner 來的 那我就帶了多一點 那就算如果有剩的話 可以做一個濕敷都OK 然後有雪花瘦的眼霜Sample 然後這一瓣是YSL的Water In Oil 如果真的太乾的話 就可以粉底又加些油 或者是平日完整的Skin Care Routine之後 再加少一點油上去 這樣就可以抵抗肝的問題了 所以一定要戴 然後這個是我的戴痾的眼藥水 因為平日我很少用的 但去旅行是以防萬一 這一瓣是日本的 又是那些超級毛地清涼的那種 一滴下去就整個人清醒了那些 我自己是很喜歡滴那些超清涼的眼藥水 所以我會戴過去的 然後這一格都清光了 然後前面這裡就是放一些化妝棉 還有一些棉花棒的 都是計好用的數量而放進去的 所以其實我回來的時候 這個袋應該是大部分東西都用完 就可以夾到很扁 不會浪費的 然後就是要說這個化妝袋 這個袋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在淘寶買的 我覺得它很可愛啊 而且我很喜歡透明 就可以看到自己裡面有什麼 那其實化妝品呢 我去韓國呢 就不會帶很多 因為我知道自己過到去 都是會買很多的 那首先面層呢 就會在一些化妝工具 我就會帶個Beauty Blender 照片底 這個是highlight掃 還有胭脂掃 然後就有一個很實的眼影掃 就是用來散開眼線的位置 然後這個就是用來畫眼頭的highlight 這個就是我平時的碎粉 用來定眼底的碎粉 然後這個是我的鼻影掃 還有眉掃 這樣就夠了 粉底我就帶了shelotubery 這個magic foundation 這個是我紳士最新買的 我是在selfages.com 所以我訂回來啦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就知道我超有成功感 是因為我上網買就買適合了眼色 還有我覺得它很好用 遲些一回合 有機會就會分享它的心得 跟大家說一下 那眼線呢 就會帶兩支 因為眼線我應該不會在韓國買的 所以就帶了moder liner 和love liner 兩支都是深啡色 就是我平時用開的眼線 眼影呢 我只是帶了大地色 這支是colourpop的supershotshelot 顏色是amaze 然後這兩盒都是addiction的 一個就是深啡色71號 還有一個純閃粉92號 我帶這個大地色 就是因為我帶過去 顏色很安全 而且我很肯定自己過到去 是一定會買眼影的 所以我就沒有帶其他顏色的眼影過去了 沒問題的 韓國這個地方 越帶少東西過去 就越買得多東西回來 然後胭脂 就帶了suku的105號胭脂 我想每一次我都會打開給你們看 這個漸變色真的很漂亮 還有這個是超級安全 還有超級堅慧的胭脂 你看多薄 然後眉妝就是用開的1028眉粉盒 還有這個heavy rotation的眉 gel 眉 gel就應該過度去 會跟回自己的頭髮顏色再買多一個 因為這個對我來說其實有點淺色 平日用開遮一刻眼圈的兩個concealer 都不用多說了 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最喜歡用就是這兩隻 highlight就帶了BECCA的Travel Size 顏色是OPPO 還有這個Travel Size的highlight 可以用來打亮眼頭 那就不用再帶多一盒眼影了 唇膏方面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計劃了在韓國買的唇膏 我想已經多過10支了 所以我只要帶了YSL最喜歡的這支Lip Sting 16號色就算了 這個化妝包都跟大家分享完了 裡面已經沒有東西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說實話下條影片應該會是韓國Vlog來的 我應該會很努力地在韓國拍多些Vlog給大家看 記住留意啦 拜拜